大家好,我是徐晓冬,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 本次课呢,咱们给大家讲讲 尚云祥先生丹田气打第三步功夫 第一步,第二步,在去年的12月份已经出来了 第三步呢,我有意识拖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因为什么呢,咱们前面讲了,叫百欲主机 通过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大家把第一步,丹田灌气 第二步,丹田灌力,练好 这样才能开始练第三步 所以呢,这个尚云祥先生丹田气打第三步 叫什么,千呼万唤使出来 不是大家,不是我有意给大家 这么说呢,掉胃口 实际上是让大家把前面两步练好 才能练第三步 这样才能练到最佳的效果 第三步功夫呢,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呢,叫激活丹田 或者叫醒丹田 这个名字其实无所谓 我个人认为无所谓 达到目的就完了 至于名字什么的,不重要 你看,这个激活丹田 或者叫醒丹田 第二个呢,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叫练筋藤魔